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关于儿歌两只老虎的见诀 以及它背后所蕴含的深层含义 我还将探讨一些现实中野生动物所面临的问题 与其我们应该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 两只老虎这首儿歌原是一首广为人知的儿童歌曲 它唱出了两只老虎的故事 弦律简单明快深受孩子们的喜爱 虽然这首儿歌已经存在了几百年 但它所承载的深刻内涵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去探讨 这首歌的歌词非常简单明亮 唱出了两只老虎的形象 但是歌词里有些不合理的地方 老虎没有眼睛没有耳朵 怎样跑得快 这词以真奇怪作为结尾 为什么不是真可怜真残忍 请让我们一起来分析到底歌词唱的是什么 歌词中的两只老虎其实代表了野生动物 野生动物在人类的生活中非常重要 它们在维护生态平衡 但是人类的盲目开发和破坏 野生动物正命运着巨大的威胁 很多物种已经濒临灭绝 这也是两只老虎这首儿歌中 没有眼睛没有耳朵的含义所在 人类的盲目开发和破坏 不仅会导致野生动物的灭绝 失去了野生动物 我们的生态环境也将受到破坏 这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都会产生巨大影响 此外非法野生动物贸易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非法捕捉和贸易不仅对野生动物造成伤害 还会导致疾病传播和社会不稳定的问题 两只老虎这首歌以真奇怪的歌词作为结尾 这里又透露了人对保护动物的不解作为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保护动物组织PETA和WWF 特别PETA曾经因为一些保护动物的行为受到争议 PETA是一家拥有近400名员工的非营利机构 为世界最大的动物权力团体 拥有650万成员及支持者 它的口号是 动物不是供我们使用、穿戴、实验、娱乐 或以任何方式虐待 PETA的工作主要针对工厂化养殖场实验室 皮革贸易及动物娱乐产业这四大领域 因为在这些领域中受害的动物最多最严重 PETA还解决虐待动物的问题 PETA在过去曾有一些争议性事件 引起了公众的广泛讨论 其中最代表的是在2005年 被称为抓猫们的一起事件 据报导PETA的员工在 维基尼亚州一个动物收容所里 抓走了近100只流浪猫 并将它们全部处死了 当地的媒体报导此事后 PETA受到了公众和动物权益组织的广泛批评 他们承认了这一件事 称这是一个悲惨的错误 但同时也声称说 这是为了防止这些猫们 遭受更糟糕的命运 许多人批评PETA没有尽到保护动物的责任 反而伤害了这些动物 PETA为了保护动物而杀害它们 你说奇怪不奇怪呢? 让我们再看看另外一家被盈利组织 WWF 它们的宗旨也是保护地球上的生物的多样性 WWF是世界上最大的环保组织 活跃于100多个国家 为此它们采取了多种方式 包括通过科学研究 政策制定和公众交易来实现 同时 WWF也在世界各地推广 和持续性生产和消费方式 帮助人类以大自然和协共生 有趣的是WWF和另一个 与摔跤有关的组织的名称相同 当WWF成立时 它们的名称是World Wildlife Fund 在1989年 它们因为与第一个组织的名称相同 而被迫更改它们的名称为 World Wildlife Fund for Nature 世界摔跤娱乐 World Wrestling Federation 是美国一家职业摔跤上市公司 它们的活动主要以职业摔跤为主 以戏剧的风格进行摔跤竞赛 2002年 它们在和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 就WWF上标提起的诉讼中 败诉后 将其公司名称和摔跤推广名称更改 为世界摔跤娱乐 WWE 为什么一个保护动物的组织 和摔跤有关的组织名字相同 不后还要控诉别人滥用上标 这不仅让人有不好的联想 还好 摔跤有关的组织改名去WWE 要不然真的是老虎老鼠 傻傻分不清楚 回到两只老虎这首二哥的最后一句歌词是 真奇怪 那么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这也许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 不同人会有不同的解读 我们面对着野生动物的残酷遭遇 面对着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 有时候我们也许会感到无助和无奈 但是我们不能放弃 我们要行动起来 从自己做起 从身边的小事开始做 看看我们可以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和自然环境 从PETA的事件也提醒了我们 保护动物的方式和方法必须是谨慎和负责任 我们不应该以极端的形式去影响别人 不要仗着保护动物的名义又合理的去查看他们 施行拯救动物时需要进行全面的考虑和评估 以确保最大限度的保护动物的利益和处理 最后我想向大家呼吁 让我们保护野生动物 保护自然环境 让地球上的每一个生物都能够和谐共生 谢谢你的聆听 这里是床边故事